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一個一個的常見的酸 第一個介紹的叫做硫酸 硫酸化學是H2SO4 無色液體 硫狀 密度大 這個稍微看一下 被點高 輕蝕性強 用來製造其他的酸 所以稱為化學工業之母 一個國家的化學工業發達程度 可以跟他的硫酸消耗量來判斷 好 大家慢慢對 好 那既然輕蝕性很強 輕蝕性很強 剛好再提到他 重點是這個 就叫他 濃硫酸有強烈的脫水性 我們以前教過 吸硫酸沒有 所以我們說可以讓白紙變黑 有沒有 讓白糖變黑 有沒有 這都是脫水劑 常做脫水劑 所以 硫酸的 輕蝕腐蝕的效果 做到你皮膚上的時候 這個腐蝕效果特加 因為它除了所謂的一般的化學的腐蝕之外 輕蝕之外 它會把你的皮膚裡的水吸掉 吸完之後呢 放高熱 BBQ一下 燒烤一下你的皮膚 所以 硫酸毀溶效果特加 聽過就算了 當作我們有講 當作我們有講 所以 硫酸毀溶效果特好 OK 濃硫酸有脫水性 剛才講過了 所以呢 蔗糖跟紙片 加了濃硫酸會變成 啥顏色咧 平車站接問 這位帥哥美女叫做34號 什麼顏色 黑色請坐下 碳水化合物去掉水流下碳 所以是黑色 講在上面 上這個圖片上所顯示的 好 那還有喔 我們有講過 油水流三桶 無水流三桶 油水綠化雅菇 無水綠化雅菇 油三桶 有水的 晶體是有水的 加濃硫酸脫水之後變什麼顏色 就是烤你 油三桶 油水啥顏色 美水啥顏色 請問這位 有沒有一位美女 有沒有一位美女呀 我們找一位美女 我們找一位美女 我們找日美女叫屁立無限 白色請坐下 油水流三桶藍色 無水流三桶 白色 還有一位 綠化雅菇 有水啥颜色 没水啥颜色 另外雅姑 有水什么颜色 没有水什么颜色 再找一位帅哥叫做 这里没有帅哥 35 35号 蓝色 蓝色 请坐 没有水的另外雅姑叫做蓝色 有水厉害 没水是蓝色 有水的是粉红色 红色 颜色要背 要背 农硫酸 可以跟水用任意比例结合 重点 去年一开始都教过了 如何稀释农硫酸 要不将农硫酸 缓缓倒入水中 慢慢搅拌 倒过来做就有爆炸性的 建设 喷出来东西不是水 是浓硫酸 溃溶效果 特加 所以要小心 所以要 这是爱考的问题 如何稀释浓硫酸 要将浓硫酸缓缓倒入水中 实时搅拌 工业的制作 看过就好了 现在克北京不强调这件事了 就是烧二氧化硫 然后催化成三氧化硫 再又到水面哪呢 就变成硫酸了 看看就好了 现在克北京不强调如何制造 欣赏一下 但是第一步燃烧做二氧化硫 我们古时候有教过二氧化硫 溶溶水形成什么 先讲中文 中文 中文是什么 中文是什么 可爱小女生有吗 可爱小女生 一类人 十一号 亚硫酸 请坐下 冬雨水叫做亚硫酸 化学室 化学室 帅哥美女化学室 化学室我们请三十号 H2SO3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没有看到你 站好 刚好看到你 笑一个 微笑一下 很好 好来 H2SO3 好这就是我们国山要交的酸雨 的行程 酸雨的行程 OK 最后一个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 看一看 浓硫酸可以跟金属作用产生二氧化硫 锡硫酸会产生氢气 我们教过你活性大的金属加锡酸会产生氢气 对不对 酸很讨厌 酸很讨厌 常常浓酸跟锡酸的反应是不一样 这种神奇伟大的事情 高中再慢慢玩 我们国中就讲简单 龙加锡酸产生氢气 但是呢 龙的话 龙硫酸会产生二氧化硫 然后这是一个肥料 看一下就好了 硫酸 硫酸胺 就叫牛酸产 就叫牛酸产 做肥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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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原料 就是以上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有关于硫酸 把该背的背起来 把该背的背起来 什么如何稀释是很爱考虑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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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